今集 Ask Kenneth 為大家示範 Power Snatch 通常我會利用10分鐘時間用MT Barbell來做網額 然後我會由95磅開始做熱身 當我們進行 Power Snatch 的時候 我們會由 Power Position 開始 然後到 Above the knee 然後到 Below the knee 無論我們做 Power Snatch 或 Snatch 都是用腳去發力 不是用手去發力 當我們拿著 Barbell 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用 Hook Whip 去拿著 Barbell 放鬆兩隻手去進行 Snatch 動作 大家會留意到 Power Position 的時候 兩隻腳是踩實地下 Power Position 即是我們真正發力的位置 我們要用四頭肌的力量 將身體打開 帶動 Barbell 向上提升 當我們做 Power Snatch 的時候 當 Barbell 去到下巴的位置 我們就 Get Under 站起來 就完成整個動作 有幾個要點要提醒大家 記住 Barbell 並不是撞到身體上升 千萬不要撞到 Light Touch 或者 Slide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要保持 Barbell 和身體接觸 第三件事 就是一定要用四頭肌的力量去發力 當大家用不到四頭肌力量的話 就會用手死拉向上 還有記住 不需要跳 不需要向下巴的位置 Randing 的時候 其實可以輕聲 可以輕聲 可以輕聲 不需要大力Randing 而更好 最後一件事 就是當大家 Lift Up 巴筆的時候 一定要把肩膀 你就可以很穩定地 刺到巴筆 那你會問為什麼我們要做 Power Snatch 不做 Snatch 呢? 做 Power Snatch 的原因就是有很多學員做 Snatch 的時候 After Contact 他們忘記了 Lift Up 的 Elbows Power Snatch 就是訓練 Contact 之後所發生的事 當然 學員還可以在 Power Snatch 之後 加多一個 Overhead Squat 去進行訓練 你也可以形容 Snatch 等於 Power Snatch 加 Overhead Squat